大家好 今天4月21日 星期三 市由上星期五开始 已经连升三天 指数曾经在这个星期高见29,319点 形态上及技术上 已经出现一个突破 最低限度4月份暂时来说 是由12日的低位28,274 升到19日的高位29,319 形态是一个先低 而后高 但问题就是 成交金额不配合 高台的动力不够 加上例如印度、巴西的疫情又在紧张 美股高台又要反复 结果就促动了港股 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复 而最不美的地方在哪裏 是今早的下跌 出现一个大幅度裂口低开 指数早市先低开 433点 去到28,702 之后曾经一度低见28,506 虽然暂时来说是整股在28,600 但技术上已经有少少 是跟10天、20天线再度糾纏在一起的势头 况且 今天这样的裂口低开 或多或少 是锁死了这几天高追的那些火 在高台上 你沽的就输了几百点 不沽的就要捱市 在淡静市况当中 捱一天捱两天就没什么所谓 短炒那些 两三天就没什么耐性 所以现在最重要是什么呢 是今个月的低位 258,274的防守性 到底能不能够守得稳